就是说我们现在提出了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商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有些可能就读得就比较偏面 就过多的看到了 好像说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是不是不要外循环或者外资了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的误解 总书记是多次强调 而且是反复强调 构建新发展格局 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 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所以这句话重要的要重复两遍 我再重复一遍 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 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 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事实上大部分的在华的外资企业 他们世上也是双循环的一个践行者 在国内循环他们是要在中国为中国 在中国为中国 在国内生产 国内销售 中国的市场 国内采购 已经深深的外资企业也融入了国内大循环 另一方面 我刚才叫五分之二的进出口市外资企业完成了 他们又深深的融入了国内国际双循环 对不对 五分之二是他们的 深深的融入了 也推动了国内国际双循环 无论从供应链 生产链到供应链到价值链 一个布局 事实上也参与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建设